今天我要为我的老公做一个生日蛋糕 今天要做的是榴莲芝士奶油蛋糕 用料有200克的海绵蛋糕粉 4粒冷的鸡蛋 4汤匙冷水 还有4汤匙的油 融化的牛油 还有榴莲香精 把4粒鸡蛋和海绵蛋糕粉放入搅拌碗中 然后把这个鸡鸡放下来 搅拌均匀 用慢的速度搅 搅到它均匀了过后 还有变成比较酸软的面糊 我们就加入4汤匙的水 当它搅拌成这样的面糊时 我们就可以加到速度了 然后搅到更加松软的面糊 当它呈现这种鸡白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入4大匙的冷水了 好 搅到了可以用这个面糊写成一个O型 就10秒不会变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面糊好了 好,我们现在可以加牛油了 好了,现在加了牛油 记得在搅拌的时候 要这样轻轻地转 轻轻地转 不要太过用力了 不然你会发现你的蛋糕会马上沉下去 因为你会扣坏了 它空气阻滞 在搅拌的同时 我们顺便把榴莲香精加下去 只需要加半茶匙就好了 如果你不是要做榴莲口味的 芒果口味也可以加芒果香精 就随便你的喜好 但是如果你想要就不要有任何味道的话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现在我们把面糊倒入烘盘中 这是我刚刚买的烘盘 是塑胶性质的 蛮好用的 如果你们用的是普通的烤盘 你们就要剪一层的纸 铺在这个碗里面 好了,可以送进烤箱了 时间是30-35分钟 温度是180度 这就是烘好的蛋糕 要先把它倒转过来 给它冷凉一点 我们再把它切片 这里是60ml的水 加上了两大匙的鱼胶粉 然后鱼胶粉 然后隔水这样子搅滑 搅至绒 然后带冷杯用 好,现在我们要来做榴莲芝士了 用到的有榴莲泥400克 鲜奶油180ml糖粉90克 如果你不喜欢吃太甜 你可以减低糖的分量 还有250克的Cream Cheese 首先我们要把榴莲肉 拿去搅拌机 Blander里面打 然后再过滤 把它里面的一些纤维拿掉 这样子做出来的Cream 才会比较爽 比较可口 比较滑 首先我们先把Cream Cheese搅烂 之后再加入榴莲泥 糖粉和鲜奶油 等到完全冷却后 我们就要把它切成三片 如果切不到三片 你们也可以切成两片 这是随意的 好,现在再加入 之前已经煮融的吉利丁 再搅拌均匀 好,现在一切准备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子的蛋糕圈膜 它是空心的 因为上次有一次教训 我淋了那个糊 从里面流出来外面 所以现在我把它包上了纸 以防万一 然后现在我们把第一片蛋糕放在里面 再把一半的榴莲芝士倒进里面 再放第二片 再倒另外一半的芝士 再放最后一片蛋糕 放入冰箱冷冻四个小时 好,已经把所有的料都倒进去了 最后一片蛋糕也放上去了 当你们把榴莲芝士加在蛋糕上的时候 要这样轻压一下 让那个蛋糕和芝士连在一起 现在我们就把它放进冰箱冰四个小时 好,现在我想要做一个榴莲泡芙 加在蛋糕上面的 首先我们先用300ml的水 加入120克牛油和1 1小时的盐 煮至滚 然后离火 加上150克筛过的面粉 搅拌至软团 然后再放在火上面 搅拌至鲤锅 大概1-2分钟 待冷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在搅拌碗中 加入4粒鸡蛋 还有,把它搅拌成软团 把它搅拌至光滑的面糊后 我们要加上2小时的花粉 然后再继续搅拌 然后搅拌好的面糊就是这个样子的 有点粘稠的 然后我们再用挤花袋 挤成圆形或者长方形 呃,长条状 在烤盘上 用210度烘大概20分钟 这块黄色,淡黄色 然后再转用180度烘至熟透 大概要20分钟 呃,泡芙一定要烘到很干即熟 不然它会收缩 还有记得把泡芙的糊挤在那个烤盘上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点距离 因为泡芙它烘熟后它会蓬打 所以一定要留一点空间 好,我们现在加入100克的那个 食物仙麒麟把它打发打印 之后再加入100克的榴莲泥 然后把它填在泡芙里 这个要用当势度打 打进去 这就是搅印后的植物仙麒麟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榴莲泥加进去 再搅拌均匀 看我的泡芙在里面烤了 它就会变成这样松松高高的 这就是烤好的泡芙 这个是榴莲cream 等一下你用剪刀 在泡芙中间插一个洞 挤进去就是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榴莲泡芙了 很好吃多哦 好了,现在我们再把200克的鲜奶油 植物鲜奶油打发 快要装饰蛋糕啦 好了,蛋糕脱模拿出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鲜奶油 打发的鲜奶油 涂在整个蛋糕上面 我们再做装饰 好,现在涂完了整个蛋糕后 挤 把剩下的一些 fresh cream挤在这个汁袋里面 然后我们一个 一个 一个这样拉 拉成一个榴莲状 好了,整个蛋糕都弄好了 是不是很像榴莲呢 好,我们现在把泡芙放上去做装饰 好了 送给我老公的蛋糕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